睽違乐坛两年多的幸福人妻孙燕姿终于申不复出 正在明年2月14、15夕阳情人节期间举办演唱会 6日他来台为演唱会造势 以向人员即将的孙燕姿 圈中好友听到他将开场的消息 也纷纷送上祝福 让他回忆涌上心头 其实也在一次场合看到彼此 然后只是说 你会有时全部一起在一个时间看到 你会想到那个时期 我们的青涩 公司也特别准备天后 最爱的台湾小吃大肠包小肠 引起现场也一阵惊呼 而外传他可能加入中国好歌曲 与中华健一起担任评审 不过听这消息 孙燕姿倒是很惊讶 我吗 好像没有 因为邀约他们都是透过公司 那最近其实演唱会专辑忙 非常忙 他们没有告诉我这些事情 不管这次燕姿是否被邀约当评审 那我们也希望他的付出 能为喜欢他的歌迷们带来一丝的惊喜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